好了,我们先切换一下画面 刚刚我做的这个过程 从第一个指令的RIY 到接下来靠着这条垂直的线 不断的把它偏移过来完成这几条线,对不对 因为我刚让了一下,这样稍微走一下,发现有很多同学好像对这个指令不是很熟 那没关系,如果你觉得说我们这样连续做过来,你有困难 那你就分段做,什么叫分段做呢 就是说 你用偏移 按指令也好,按快速键也好,都没关系 你先给它补15 点到它以后 过来 点一下,这样第一条是完成了 好,那就按Enter结束 就按Enter结束没关系 因为你连续做有困难嘛 我刚看两三位同学连续做好像不太会做,那你就一段一段做嘛 这段是不是做起来了 接下来是不是10 那你再去执行指令嘛 偏移 这是要给它多少 10嘛 按个Enter 选到它 好了,到右边哦 划算移到右边哦 点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再按个Enter结束 这样了解吗 好,继续 那右这四图是40,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继续 点这个偏移 好,给它40 因为我量是40 你要以你量的为主 Enter一下以后 取到这条线 再往右边怎么样 点下去 这样右这四图是就起来了 按个Enter结束 这样也可以 多做几次没关系 好,接下来 我量一下我的高 总高啊 我刚量一下 那是50 50 那我们就偏移50 偏移 好,往上 悬到底下这条线哦 悬到底下这条线 点一下 滑鼠拉上来 再点一下 好,同学 高速出来了 先Enter结束 各位你看 这就是正式图的框框 这是右侧式图的框框 好,注意看 就在正式图这个框框的右上角 这个脚点 就这个点 正式图的总高对上来 正式图的总宽对过来 形成了这个焦点 处的这一个点 请各位 在这个点的地方 我们设一个 画一个什么 设限 有没有看到 设限 好 在这个脚点处 点一下 拉 45度 45度 同学会拉 45度 等一下一定有同学拉不起来 因为你急坐标没有去设定 所以 等一下会拉不起来 我跟你讲在哪里设定 所以等一下你要拉这条线之前 你先看一下 你有没有设好 急坐标 好 来 我拉到45度的对不对 他后面有没有跟我讲 极坐标45度 小于 后面是45 那个就是极坐标的角度 好 如果确定是放在45没有错了 改定一下 听懂吗 按个Enter结束 这条线 这条线 就是从 正式 图的 右上角的框框 这个脚点 出去的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在拉这条线之前 一定要记得 去看一下 你的急坐标 来 急坐标在哪里设定呢 右下角的按钮当中 你选到这个远远的 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就是急坐标的设定 记得要保持蓝色的 旁边的箭头点下去 请各位选这个 几度 15度 因为如果你选这个15度的话呢 代表 等一下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他可以帮我们抓 15的倍数 这样了解了 这是比较 比较OK的 常用的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请各位把速度点下去 要记得 好 那么呢 这是啊 我们要告诉各位 等一下这条线要怎么拉 另外呢 你没有发现 我刚刚在移动我的画面的时候 我要把画面拉下来 对不对 你没有发现我挡住了 我拉下来 不理我了 我照一讲我拉下来 他应该可以继续把画面往下拉 对不对 就 如果 卡住了 你看到 卡住了 碰到边界 卡住了 怎么办呢 不用紧张 如果你遇到我这样的情况 要放大 哇 没办法放大 要缩小 没办法缩小 要拉拉 要把移动 要做画面的移动 卡住了 对不对 他不让你移过去了 对不对 就打这个 R1 按一下Enter 重新计算的意思 因为我都习惯快速键了 所以我都用快速键给各位讲 重新计算边界 这时候呢 他就会把边界扩开 所以你注意看 我刚刚本来 按住滚轮要往下拉的时候 他卡住了 他不让我下去 对不对 那我就先放开 我打上一个 R1 看到了吗 R1 Region R1 Enter一下 好可以了 我再按住滚轮再往下滑 有没有看到 他就可以让我移下去了 所以 以后如果我们遇到这个 要放大缩小 他不让你放大缩小 要移动画面 去撞到墙 撞到墙 你就用这个 笔记本自己记一下 你问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用图式找了吗 没有 不是因为我没找过 我都习惯用快速键 他快了 所以你要我找 我可能得跟你讲 我找到我再跟你讲 对比较乖 所以就R1 Enter一下 这样了解好 笔记本自己记一下 好吗 所以我们因为 有一些按钮 我没有去找 是因为我都习惯用快速键 好 那么呢 各位呢 你先画到这里 我们现在还插什么 上试图的框框还没起来 对不对 好 我先等各位一下 我先画到这边 等一下呢 我们再把上试图画起来给你 那你先把 这个部分先把它完成 那条45度线很重要 那条45度线我们叫做 投影的辅助线 投影的辅助线 好 藏 Meh 这条好 好 这条好 有一条 cobra 谢谢大家